大家好,我是如远行者 今天这期视频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有关EDD这边给大家发送消息 就是之前领取过PUA的人需要提供一些证明 本来我今天正在和大家准备CPI 消费者价格指数对股市的影响 后来有很多的粉丝朋友找到如远行者 说很多人今天都收到了这样的通知 要求他们提供某些证明 但是却不清楚 那如远行者之前这个频道呢 就是因为来聊失业金和纾困金活起来的 所以现在大家有了问题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一起来分析一下 看看我们如何解决 也希望大家把本期视频转发给所需要的人 如果喜欢我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好了,我们一起开始吧 那因为如远行者没有领取过PUA 所以说我只能从他的推特 还有官方网站的一些信息 来和大家分享 那从EDD的推特上面 就说从今天开始就是11月10号开始 就是领取过Pandemic Unemployment Assistance 的这些人 就是领取过PUA的人 需要提交联邦要求的一些文件 无论您是一个自雇人士还是一个独立合同人 只要你之前领取过这样的一个PUA 您都是需要提交的 在这里他就说需要提供的这所有的文件呢 是有一个提供的截止日期的 当然也是可以延长到个别情况 个别来算 一旦这些文件提交之后呢 EDD就会接收这些文件 并且在之后的一些跟踪当中 就会告诉你这些文件呢 够不够 是不是充足 那这些文件的提交方式呢 其实就是在线的一个上传 Upload 在这里就说 如果说任何人没有成功的提交这些信息 或者说错误的回应了这些通知的话 有可能会影响到你之前所领过的这些福利 那在这里呢 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EDD这边的一个解释 POA就告诉你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粉丝小伙伴比较纳闷的是 我到底应该提交什么证明 好 在这里来看一下他的要求 包括自雇人士的一些就是文件 Documentation 举的例子就是 如果说你的这个事业申请是在2020年12月提交的 那你就需要提供2019年1月到2020年12月 12月之间的证明 大家一定要注意两点 一是要你提供文件 二呢 是要提供某一个时间段的文件 所以在这里呢 就先讲要提供哪个时间段的文件 那如果说您是2021年2月份才开始领取的 那么你将需要提供2020年1月到2021年2月之间的文件 也就是说从你开始你的失业案件之前的一个自然年吧 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这里呢就有截止日期了 如果说你的POA案件呢 是在或者之后就是2021年1月31号之后提交的 那么你将有21天的时间来提交这些证明 如果说你的POA的这些案件呢 是在2021年1月31号之前提交的 同时呢 你在2020年12月27号收到过失业福利的话 那么你将有90天的时间来提交这些证明 这个时间一定要截止啊 因为刚才他说了是有截止日期的 这里呢就是截止日期 他这里还说了 这些截止日期呢 将会在你自己的UI Online的页面显示 如果说你需要更多的时间 你需要登录自己的UI Online 在这里选择request more time 就是要求更多的时间 在这样一栏里边 就是upload employment document section 就是在你自己的UI Online的页面里边 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在这个地方来提交你的这些证明 然后在这里呢 要求延长时间 因为我自己没有POA 所以说我的这个UI Online里面 是什么都没有的 那在这里呢 就告诉你一些符合规则的文件 这应该是所有的粉丝朋友们都想知道的 他在这里说 你必须提交以下的至少一个文件 如果说您是一个自雇人士 那你可以提供如下的其中一个信息 比如说联邦或者州立的一个雇主的identification number 你的雇主识别码 还有你的商业执照 还有你的tax returns 报税记录就是你商业的一些发票签署的 能够证明你是一个独立合同人的一样的材料 还有合同或者说文件 还有你的银行记录 就必须是商业银行记录 能够显示你自己作为这个自雇人士的一个商业银行的银行statement 这样的一个记录 还有如果说您是一个雇员 商业计划 还有你的租赁合同 还有就是你打算开始被雇佣呢 那就是要提供你的这个offering employment 就是别人要雇佣你 那会给你下一个offer 这个offer就算 还有就是你有你名字的 就是能证明你自己开始被雇佣的这样的一个证明 其实就是你开始给别人打工的一个证明 只要你有这个证明就行 其他呢就是一些文件 或者说签署的文件 能够证明你自己在如下的一些企业当中工作 他这里是说如果你之前提供过收入的证明的话 那可以证明你是被雇佣的 或者说您是一个自雇人士 但是如果说他们给你发了这样的一个通知的话 就是这样的一个通知 Verify your employment status for your pandemic unemployment assistance claim 如果你收到一个题目为这样的邮件 或者说信的话 那么你就必须提交相关的证明 这个相关的证明这里呢 其实就是一些证明的介绍 我相信大家在自己登录了自己的UI online之后 在这里 Upload Employment Document Section这里呢 它应该会显示你应该提交的证明 如果说它真的没有显示的话 那就是刚才我和大家分析的 这两段的其中的一个即可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因为具体的在这里会显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登进去查看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的重点呢 其实就是这么多 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你提交的这个证明文件是有时间段的 那在这里再和大家重复一下 如果你的这个POA领取开始是从2020年12月 那你就需要提供2019年1月到2020年12月之间的这些证明 就这个时间段才有效 就是这个证明的这个日期必须是符合这些时间段的 那同样的也是有截止日期的 截止日期就在你自己UI online上面就会有显示 在你提交的时候 如果说大家还需要什么帮助呢 也可以到脸书Facebook的失业互帮互助群上面互相提问 或者说截图给大家 我这两天呢也会去看一下那个群 如果有大家的一些需要回复的地方 我也会尽可能的帮忙回复 最简单的方式呢 也是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就行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了 希望我的视频呢 能够帮助到大家 让大家都能够尽快的扫除疫情给大家带来的阴霾 然后好好工作 努力挣钱 如果大家想要开通完股票或者投资加密货币的话 也可以使用热眼行者视频下方描出来的链接进行注册 你用我的链接注册 我和你都可以获得一定量的免费奖励哦 羊毛就要薅一薅嘛 好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咱们接着聊股票和加密货币投资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